生肖蛇生肖鼠蛇的人事业上追求欲望强烈 职场争强好胜 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 今年鼠蛇人虽然运势不济 事业发展也不被看好 但是鼠蛇人自信满满 相信自己的实力能够改变命运 鼠蛇人很聪明 一生也有广泛的人脉关系 靠着大家的共同努力 很快会时来运转 11月份鼠蛇人受吉星照拂 好事连连 横财不断 生肖麻鼠马的他们往往生性倔强 会看人脸色 善于交际 并且有天生的领悟力 有财神爷帮你谋出路 让你赚大钱 金光普照 横财喜得天降 大笔财富进家门 生意路上将再创家机 八方来财 正财横财一起望 另外他们早些时候事业多坎坷 但往后随着能力提升事业逐渐顺风顺水 从此财库越来越丰融 定能平步青云 生肖猴属猴的人 在进入到新月份以后 身边会突然多了一帮意识意有的朋友 这些人可以称得上是他们的贵人 属猴的人如果不能安分地在公司打工 不妨开动大脑 与朋友合伙开创进行生意投资是一项不错的赚钱方式 生肖猴的人在11月赚的钱也是很灵活的 不光在自己的工作当中能遇到财神爷带来一波财气 他们自身其他的财路也大开的 偏财运会有 横财运也不错 随便买张彩票就有可能中 生肖羊属羊的人身上有一种很强的冲劲 别看表面上文弱 有时候说话声音像蚊子叫 但是做起事情来精神百倍 有一往无前之事 永当职场先锋 喜事不断 财运滚滚 横财大发 好运皆二连三 他们一切进展顺遂 以往的付出也能得到巨大的回报 事业发展一帆风顺 没有阻碍 得财神赐福 横财运大发 有着料想不到的额外金钱入账 好好把握机会可以大捞一笔 财员滚滚来 日日进账后